今天我看到一則最讓我驚訝的新聞是什麼 我們過去挺職棒啊 挺到最後不想挺原意是什麼 因為打假球嘛 大家非常生氣 但是現在中華職棒是一個乾淨的環境 但是現在籃球也在打假球嗎 有這麼多聯盟 有SBL 有Plus League 對不對 還有這個T1 很多聯盟 大家都覺得這裡面很好啊 但沒想到現在爆出 裡面有個SBL球 你知道吳智穎 他打假球啊 很多人想說吳智穎是誰 跟你講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就小咖嘛 小咖你打什麼假球咧 對不對 好 他是南山高中 福人大學 綽號神經刀 簡單講就是因為他投三分球 比較急 就那一拿到球他就直接投 而且心臟非常大顆 所以叫神經刀 那原先效力的 玉龍的納智結隊 突然轉隊到了台皮啊 原來原來原來 這全部都被挖了出來之後才發現 原來他當初啊 跟這個玉龍的小公主熱戀啊 還被說賣手錶 怎麼回事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 跟玉龍小公主熱戀的事情呢 玉龍馬上回應 不可能 這是一般的朋友 不要過度的揣測 好 完全的切割 第二個事情是什麼 他竟然 跟這個玉龍小公主熱戀的情況之下 竟然把顏凱帶生前的愛表啊 這個AP表啊 是值千萬啊 拿去賣了啊 拿去賣了 那幸好當時這個表商啊 剛好跟這個玉龍的這個友認識 一看這個好像是有相關聯的 馬上跟這個玉龍的高層講 玉龍高層聽到的話傻眼了 震怒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趕快高價的買回他 所以才沒讓這個遺物 有遺失掉了 那現在呢 吳靜他也被爆出了說 他在周刊被爆出說 他開賓市之外 還在文山區啊 住豪宅啊 住豪宅 所以這件案子是怎麼樣 第一個吳靜被指控打假球 第二個 他密戀的玉龍的小公主 雖然玉龍去否認這件事情 第三個 賣手錶事情 我們從第一個 打假球來開始看起 打假球呢 是周刊爆料了 吳靜他在跟他朋友 在講 在講話的時候 整個截圖都有被曝光出來 他說啊 他沒有玩球板 但直接跟主投配合 算是變本加厲嗎 呵呵 我以前是玩家 現在是莊家 那他們 互相對話之後 他說你也會讓我去 別人開的金額很難拒絕 金額是多少 打一場假球 30到50萬 真好賺啊 而吳靜他好像也承認這件事情 他在網路上什麼 他就直接po出來 在他IG 他說對不起 我做了不良示範 我不該私下與朋友 亂開玩笑 談論非法的比賽行為 即使與網友之間的玩笑 這些話也都不可以 至於轉賣名表之事 只是受主人委託 詢問價格 並未轉賣也沒有偷竊的行為 但我就問了 吳靜你還好嗎 這種排版字你看得下去嗎 好不好 你看各位球迷社會大眾 你覺得這個排版能看嗎 我現在譴責你的排版 譴責你的排版完之後 我再譴責你 好笑嗎 這種對話出來好笑嗎 你是一個職業球員耶 你不是業餘球員耶 你不是學生耶 你是職業球員耶 你是打給球迷看的耶 你覺得這一種收錢的話 能夠開玩笑嗎 一點都不好笑 好現在因為不好笑 士林地檢署要直接查到底了 好不好 士林地檢署已經檢報分案了 指派重大刑案專組 檢察官指揮偵辦 全案是用詐欺跟背信等罪險去辦他 我們收到最新消息是 原本刑事局已經 昨天已經約好 要到他們家去找他 等一下吳靜說 不好意思我心情不好 我沒有在家裡喔 我在旅館內 欸開玩笑 昨天都已經約好了 是不是 檢方現在已經開了拘票了 要把他拘提到案 你今天下午就來士林地檢署 講清楚說明白 第一個假球案的事情 第二個你到底有沒有賣手錶的事情 那現在台皮球團我剛不是講的嗎 他原本在納智捷隊 突然轉隊到了台皮隊 打假球這件事情 台皮隊怎麼可能會繼續讓他打下去嘛 所以台皮球團就說了 吳靜即刻停薪 停止所有的球隊活動 來宇軒我就問了 現在吳靜他剛說了什麼 他說啊 賣名表的事情 只是受主人委託詢問價格 並未轉賣也沒有偷竊行為 他指的是誰 就是玉蓉的小公主嘛 現在是怎樣 是玉蓉小公主叫給我手錶叫我去賣 不是我 完完全全不是我 是這樣子推的嗎 各位 你現在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拿出手機去查一下 玉蓉的股價跟市價有多少 那你再去算一算說 顏凱太顏家 他們到底有多少資產 這是什麼 這是遺物耶 他老爸這個僅存下來 好不容易三肢名貴的手錶 他具有感情跟象徵的意義耶 他今天會為了這個錢 然後把這個手錶拿去賣 而且要賣 他不會去找專門專業的店戶 去處理 然後會交給一個很奇怪的神經刀 然後打籃球說你來幫我賣 各位這有沒有搞錯 這個邏輯應該沒有人有辦法接受嘛 所以很顯然 我覺得這件事情到底是說愛到比較殘忍 還是說感情上什麼因素 因為這是個人私人的問題 但顯然這個手錶 是因緣機會交在手上 那最後這個錢他也拿去賣了嘛對不對 那問題是什麼 後來為什麼發現會震怒 這根本就說不通嘛對不對 因為他當然很有可能就是說 因為這個小公主跟他有這個交情比較好 所以提供給他這樣的一個東西 或者說他有所要求 拿去賣之後 當然大人知道了不開心 所以趕緊把這個東西給回收嘛 但回過後來我真的是覺得說 說這個吳季穎不夠聰明 怎麼說 因為一般人造狠 你如果有機會可以認識這個小公主 你會去這樣對待人家嗎 我不會 你會去把人家手錶賣掉嗎 不會 你還會跑去說要打假球嗎 不會 對嘛誰會到底誰會這樣做 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後來終於有一個新聞給了我一個答案 這個新聞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吳季穎的前女友 跑出來說他是網紅啦 說我過去還曾經幫這個吳季穎還過20萬債務 結果說被劈腿 然後他們現在打說 打假球一場可能賺30、50萬 對不對 難不成有可能說這個推論之下 是為了還債嘛 所以各位我都已經明白了 只有一個邏輯可以解釋 為什麼有人做出這麼不邏輯的事情 就是代表他可能有壓力 有缺錢 有缺錢有壓力 或者說有需要還的狀況之下 才有可能做這樣的事情嘛 才會把這個名貴的手錶拿去賣嘛 才會說我要去打假球 否則你說50萬多不多不多 這個手錶你賣他說價值大概可以賣到1000萬 但拜託一下 你覺得說嚴家有差這1000萬嗎 這個1000萬這個手錶他是限量的 甚至世界上找不到幾支 1000萬有辦法去買到他的價值嗎 當然不可能 所以最後我這邊再給點建議 就是說這個小公主 這個所託非人 真的要慎選對象 像我們主持人趙和 就是非常優秀的青年才俊 要也要找這種的好不好 不要再找這種可能有一些壞習慣 或者說涉及一些有的沒的 那就很不妥了 來靖遠我們還要這一期案子 這一期案子 哇我現在我被虧了之後呢 我有點心慌慌啦 這一案子目前這樣看起來 其實很多週刊都已經寫了 當時這個玉蓉小公主 跟吳靖穎感情非常好 他媽媽早就知道事情了 就跟想說不要做了不要做了 沒想到之後 還有這麼一連串下來 甚至打假球都出來 打假球讓我們想起什麼 以前忠實那種不好的回憶 全部湧上心頭啦 沒錯這個不聽靖遠吃虧一點錢 不聽媽媽的也會吃虧 你看我們趙和為人正派 又有能力 又是知名主持人 而且一點也不神經 不會騙女生的錢 所以呢這個 玉蓉小公主真的要好好聽媽媽的話 好不好 這個玉蓉小公主 在這個顏凱泰逝世的那一年 這個才13歲 然後那個時候 這個在追思音樂會上面 就顏凱泰的追思音樂會上面 他用錄音的方式 然後一字一句 到處對這個顏凱泰的這個深情的懷念 他特別講了什麼 他說這個 因為大家都認為你會好 沒有人跟我說你可能不會好 因為你一直相信你會好 沒有人跟我說你不在的時候 我該怎麼辦 你看就一字一句 他那個時候才13歲 13歲大概是這個國中一年級的年紀 那還有人還講說那個黃昏在病床邊 我牽著你哭 因為我說不出話來了 說不出話了 所以我一直哭一直哭 希望你聽得到 也就像你第一次聽到我的哭聲 字字句句都是在描述對於這個父親的深情還有思念 結果沒想到 這個我想這個嚴辰力臉 在這個 這個顏凱泰逝世之後 他也這個擔起了重任嘛 對不對 這個母代父子 結果呢 一直好說歹說 勸女兒說 你這個要善選對象 結果沒想到這個去密戀的這個無濟語 這個人而且還所多非人啊 過去他有哪些潛刻 剛才這個 雨萱已經幫大家講了 而且你看 講真的啦 他我覺得以正常的男性 我們開玩笑對不對 聚開這麼多 聚看這麼多 我就是女性還男性 有機會認識豪門 你不是應該是好好的表現嗎 有機會成為這個成龍快序 所以你不是耶 你叫人家把這個 你爸爸的這個 留給你的紀念表 然後拿去變賣 而且 市值千萬 他說不定是賣個幾千塊而已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傻 好不好 然後被玉龍的高騰知道之後 才趕快去把他緊急買回 種種的這一些點點滴滴 而且看得出來 這個人絕對品性有問題 我覺得 包含這個 SBL這一些 他們應該要去清查一下 有沒有球員 可能涉及到打假球的事情 要是真的發生的話 現在好不容易 我們這個國內 包含說各個直籃這一些 大家才慢慢會願意進場去看 好不容易才做起來 會不會萬一真的被抓出來 有爆發這個 連環抱 相關的遷渡案 會不會讓大家又再失望 所以我覺得這些高層 不能等閒四肢 這種東西看起來像開玩笑 我們有正常基本 common sense 的人都知道 這種話不能開玩笑 而且大家仔細去看他的對話內容 你覺得像是開玩笑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要好好的做下去 他感覺非常的驕傲 來佩芬妳是怎麼看 這樣一路看下來 你覺得吳濟穎到底有沒有 他到底在想什麼 我覺得吳濟穎就是我們大家說的那個 插男 因為我怕這個電視出來會有這個 就是一些詞彙不好說 為什麼呢 他這品性真的是很糟糕 而且他這個非常不負責任 也沒有任何的感情可言 剛才前面都已經講了吧 人家父親留下來的遺物 那怎麼樣會留到你手上 這東西實在是有太多不合理的事情 然後更不要說什麼報打假球 遷渡等等的 但我覺得有點可惜 也是有點遺憾的事情是 看起來吳濟穎這件事情 好像不是個案 應該是說有一些 我相信我們其實大部分的球員 都是非常的正直的 是認真在打球 而且為人品性是端正的 可是總是一鍋粥裡面 有一些老鼠屎的情況之下 會讓人對整個的這個形象 都會產生一些質疑 大家應該還記得有一些新聞報告 包括說今年6月初的時候 就有網友指控 說他的女朋友出軌了 出軌誰呢 是這個新北國王球星楊敬敏 楊敬敏他做什麼呢 就是後來他有出來道歉 就代表說確實是有這件事情 然後他宣布說退出球壇 而且他還辭掉這個球員工會 李市長的職務 他那個時候是李市長很大的 那會讓人家覺得說你上樑不正 那是不是覺得很可惜 這個球星原本是可以為大家爭光的 結果反而變成 鬧出這個桃色的糾紛來辭職 然後更不用說了 非常有名的黑人 他之前也不久之前 也是被大牙指控說以前 他們2012年一起去香港出差的時候 對他毛手毛腳 對他性騷擾 我相信所有的球隊 球星就是球員 其實大部分的人也都是非常正直 而且是兢兢業業在打球的 可是麻煩就是少數這些人 真的會破壞整體的形象